903 廣播劇 歐陽志強 叫我們女神女神 夫親駭親連T都親 我是志強女神 她叫做歐陽遲錯任 在Taffet Travel正正式式上了第一堂 其實有很多關於咖啡的事 我都不太記得了 反而不關咖啡事的事 就很記得 其實昨晚回到家 我都在想 究竟我是上咖啡堂 還是去了零售 那為何會叫Cafet Travel 昨晚叫救命的VIP 又是甚麼人 現實有大把戰鬥 現實還會叫你發怒 現實是我讓你邊笑邊哭 一日後 第193集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狠嘻嘻的事 救命啊 救命啊 你做甚麼事 我好餓 是否每個人一肚餓 都會叫救命 我真的搞不定 我真的很肚餓 你有沒有想咬我 你今早沒有吃東西的 沒有啊 趕著出門口 你知道我要化妝 要設定 要襯衣 哪有空吃早餐 大佬 IT部的帥哥都離開了 你還化那麼痕 為甚麼 小姐 這些是生活品味 我的Mr.Right 可能隨時在下一秒出現 我不知道 OK 不行了 究竟你有沒有吃 沒有啊 我的零食都吃完了 喂 我不問委員會拿的 唉 早知道入點貨 有些聽不聽到啊 我快餓死了 那 那怎樣啊 要不早點出去吃飯 早得多少啊 早就早十分鐘 現在才十二點而已 那你熬不熬到一點啊 熬到的 不過可能已經死了 那 要不跟戰姐說聲 其實早一個小時吃飯 應該也沒問題吧 你瘋了嗎 那我寧願餓死也不想被他罵死 唉 那你餓到這樣啊 他還沒罵死你 你也餓死了 唉 隨便吧 等一會了 現在好像好一點了 嗯 一次半次嘗嘗嘗嘗 不要啦 免得了 行行行行行 我跟他說 說我想早放那行不行啊 啊 這樣啊 要不早就早回了 好 哈囉 Ginny 什麼事 沒有啊 我想問一下呢 還有那四個委員 其實什麼時候會到啊 這個問題呢 你應該問一下你的大老闆 大老闆 大老闆 我啊 已經吹到口水都乾了 What about 你去問一下他呢 那些人去了哪裡啊 Where did they go 我明白的我明白的 Ginny姐 現在不夠人 又真的有點吃力的 是嗎 嗯 不知道我跟Pita 可不可以早點去吃飯 早點回來做完些事 那早點做完些事了 Ginny你就可以早點下班了 蛤 其實我跟Pita 今早都做得七七八八的了 所以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Ginny Watch My watch 現在幾點啊小姐 十二點零三分 那公司是幾點放飯的 What time 通常都是1點 那你知道答案嗎 沒有其他問題 我麻煩你回去工作 Get out at work 那我出去先 呃 出去之前呢 其實Ginny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的 What 快點說吧 麻煩我好忙啊 其實公司 都沒有說過一定要1點鐘吃飯 對嗎 你說什麼 那其實公司一向都說可以彈性時間吃飯 沒有一條規矩說一定要1點鐘吃飯 那其實1點鐘都是一個習慣 肚子就早點吃 其實都一樣而已 就是 我是這樣想 那沒事的話我還是出去做事 站在那裡 你說什麼 還有啊 Rock不撐傘 Rapper不上班 為了代表夜貓族 所以不吃早餐 我們不吃早餐 Hey啊 Hey啊 天亮了才說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Rock不撐傘 Rapper不上班 為了代表夜貓族 所以不吃早餐 我們不吃早餐 Hey啊 Hey啊 天亮了才說晚安可以 睡啦睡啦睡啦 到底吃早餐和Rock and Roll 有什麼關係 我想破了頭 就想不出有什麼關係 所以 所以 我決定宣布一件事 那就是不吃早餐 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不吃早餐 我就是不吃早餐 怎麼可能起得來呢 磕睡蟲在搗亂 Oh 搞不好我根本還沒有睡覺 還沒的早上沒有一直 恭喜他回家 不吃早餐 我就是超Hit 第193集 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歐陽玲是歐陽 謝西嘉是Gini 阿黎是皮卡 早餐的英文叫做Break first 我不吃早餐我也不牽的會餓 我代表夜貓做老的宵夜 活後會用不是不好 不過如果你老闆是賤姐 你說要打破規矩 有八成會撞板 你有沒有試過不跟公司的規矩做打破規矩 上來司徒志強地盤FacebookFanpage我知 歐陽志強 一呼一吸 雙生雙客 下的一句話 審議的採ивают 好 有五分之下 有五分之下 打破規矩 打破規矩 一二三公里 打破規矩